這次的選舉 冰冬館的開票過程 還有講投票的領票聽書 都有些情意 中選會主委李靖雍 今天在歡迎是表示說 選務有些做不好的地方 但是並沒有影響到選舉的結果 另外比較真的不可以投票 有監察委員林維說影響投票款 也已經申請主動調查 李靖雍是表示他們來配合調查 求合約台選結束 不過賓冬館上有團出 選部儘管在開票的時候 沒有給票公開電視計算 他們去正義 請他中選會主委李靖雍 出席立法院以來前委員會 強調開票過程雖然有嚇唬 不過結果一定正確 他們去立委不辦 另外占對十八月公民法受憲案的部分 也有立委基礎 有民眾在領選票的時候 有選部政府問民眾 怎麼要公道票 這期按照規定 根本不可以問這種問題 可以這麼問嗎 這樣子問並沒有違反規定 工作人員的手冊 第十一頁的第五點有提到 督導工作人員不得主動詢問選舉人 和投票人的投票意願 那跟這個你要不要拿公投票 這個沒相關嗎 作業上的一些出入 當然我們將來應該要尋求統一的一個做法 你要不要領公投票這一點 並沒有違反法律的規定 李靖雍堅持 選部政府的民法並沒有違反法律規定 因為這條規定是因為這條規定 這條規定就是剛才政府出錯 不是法條並沒有法徵 李靖雍才會這樣說 李靖雍表示會加強夠有分連 另外有電視台給民眾檢視 開票票數有錯誤 甚至可能有冠票的進行 李靖雍標示交給NCC處理 哪有需要會配合調查 覺得我們的內容的輪廣 拍pudu